像撸羊羊串一样撸这个烤鸽子 嘿 大家好 我是孟然 今天在喀什的刹车县 刹车姑娘大家一定都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炸石榴汁 nice 入口非常的甜 然后后味再一点点色 就好像你吃石榴的时候 那个石榴籽 在你嘴里面 被嚼碎之后那股青涩的气味 绝对是鲜杖 纯天然的 没有任何添加剂 好谢谢 哇塞 烤鸽子来了 新鲜出炉的烤鸽子 热乎乎的 喀什这边嘛 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鸽子 这个是用炭火烤出来的 所以它那个表面是 烤的非常的酥脆 焦焦的 表皮里面下面 鸽子肉真的很嫩 这鸽子你别看小 上面肉还挺多的 越疼越香 吃完肉之后来一口这个酸酸甜甜的十六支 感觉它美得很 拉面吗 帮我来个夹面谢谢 这个拉面果然是和那边拌面不一样 可以看出来它拉的特别细 非常的细 哦 南坑鸽子 好 一看就明显不一样 这个颜色是金黄色的 上面抹的有酱 嗯 没有拌面那么硬 软一点 这个是香麻菇的叶子 香麻菇是新疆这边有酥菜 也叫长寿果 据说这个东西叫小人参 吃完之后对身体特别好 好吃是好吃就是量有点感应 没有了已经 走加面吧 尝一下这个南坑烤鸽子 哇塞 看这个油光光的 看这个油直接往下滴呢 这个南坑鸽子味道和炭火烤的这个鸽子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这个烤的时候是密封起来的 可以把这个肉的这个水分完全锁在里面 太香了太香了 南浆的拉面和北浆的拌面还真的是不一样 不论是粗细还是口感 是吗 我也要去哪里 我去哪里 可以吗 就最后就是 加油 继续 为什么 我arya 不 为何 这 拜拜